素有音乐诗人之称的内地创作才子李健近日现身北京某录音棚 为其即将推出的精选专辑《李健时光》首唱会积极排列 并首次开放了媒体谈班 连续三年李健创作的传奇 向往 风吹 卖浪等作品都相继亮相央视春晚 并为它带来巨大人气 而今年春晚又恰巧是由曾合作过的冯小刚执掌倒筒 对于这个新一任接班人李健表示十分看好 很看好 因为他最近主持了婚礼我觉得不错 我跟他合作我两次 一次是唐山大地震 还一次就是在电影导演协会在三亚 我帮他唱《非诚勿扰》那时候好 最好不相见 所以他对我的 其实我听说他是很严格的 他基本都要去亲自去改那些音 改作品 但是对我了 他一个音也没有改 而且很信任 冯小刚担任央视春晚总导演的消息公布至今 演员阵容一直沉迷 而李健竟然是与冯小刚多次合作的小伙伴 此次是否受邀在列呢 小刚导演我还没联系他 他没联系我 我只看机会 看音乐 我觉得春晚是一个任何歌手 包括其他的艺术家都不应该拒绝的地方 因为你做音乐 做艺术就让更多人看到你 就欣赏你的音乐 那春晚无疑是一个巨大或者最大的一个舞台 你不希望就是透过镜头 然后跟那个小小刚演求的一下 他还挺有能够过这年春晚的机会 所以还是挺面点吧 别那样了 不太好 虽然上春晚之时还是未知 但曾在春晚舞台上与孙力合唱的风吹麦浪 还是深深的打动了不少观众的心 相较于今年 李健当天大方直言 希望一个人独唱 同时也为冯小刚提出一些小建议 我今天自己唱吧 我开玩笑 我今天我希望跟一些古典音乐家 能够展现他们的水平 因为我觉得在春晚上 古典音乐家出现机会不多 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些 不一样之间的合作 流行跟古典的 更多希望在春晚的舞台上 让人们看着古典音乐的魅力 巨星以李健专辑首唱会 将于9月16日在宝丽剧院开唱 此次他也将其一望创作的歌曲 以管弦乐的方式进行重新录音 并将以古典音乐演奏方式呈现 令人期待不已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